穿越重生80年代的第三天 陆峰刚落实了罐头厂房 可是制作罐头的封装机 却依然没有着落 面前这种困境 就算是再高明的骗子 也只能束手无策 陆峰连包装自己的本钱都没有 只有结婚的一身西装和一个破包 剩下全靠眼睛 门外不仅有周建国 还有孙龙斌 大头几个人早上七点就蹲在门口 跟江小燕碰了个正面 还吵了一架 风哥早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 昨天兄弟喝多了 您别见怪 对对对 风哥 您别往心里去 您永远是我最好的兄弟 就跟亲兄弟似的 众人七嘴八舌 都像是变了个人 张口闭口的您 格外尊敬 弄得陆峰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你们这是怎么了 风哥 我昨天把咱俩去粮食局的事 跟他们说了 今天早上他们就拉着我来 陆峰愣了一下 疯狂思索着其中的关系 足足七八秒的时间 他琢磨明白了 笑了起来 周哥 大头的话 你也信啊 没有的事 你别听他瞎说 若是陆峰大方承认 周建国还真得思量一下 其中的真假 现在他一个劲的否认 就是怕自己占平 不管真假 你都是我兄弟 昨天兄弟做的不对 给你赔不是 风哥 你老婆早上 跟我们吵了一架 让我们离你远点 哥几个 我老婆对你们确实有意见 意见吵了好几次 你们还是不要来家找我 再少联系为好 是兄弟不对 我周建国有眼不识泰山 早上 我就是静静的挨骂 没吵 风哥 你这个兄弟 我交定了 有什么问题 我全给你摆平了 陆峰知道 周建国家可是万元户 已经算有钱人了 关系肯定不少 沉引了好一会儿道 最近确实有个事 我每天吃喝玩乐的 惹得我家老爷子不高兴 我得做出点动静来 让他看看 准备弄个罐头厂 现在缺一条班子洞封装机 周建国和孙龙斌对视一眼 俩人在脑子里 疯狂想着这种机器 周建国忽然灵机一现 我倒知道 有个人有一条旧的 陆峰激动了起来 急忙告诉自己 要淡定 自己现在是大人物的儿子 我换身衣服 去看看 整天跟这些 有手好闲的痞子混一块 等着吧 有你好受的 刘叔在不在啊 从房子里走出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打量了一眼这群人 走上前跟周建国寒暄着 孙龙斌悄悄看了一眼陆峰 这一早上都让周建国表现了 自己连句话都没插上 悄悄地靠上去 风哥 你开罐投场 是不是得要水果啊 对呀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您放心 我回去就跟我爸说 让他把村子里的水果 给你留着 只要您需要 整个村子的水果 全是您的 这位是我兄弟 他对你那个 半自动封装机感兴趣 走吧 去看看机器 访好几年了 众人到了一间宽大的杂物间 一条四米多长的 半自动封装机落满了灰尘 不过依然能够看得出来 这条封装机自动灌装 自动封口 每个小时 可以灌装两百多瓶灌口 速度是没问题 兄弟 怎么样 诚心要的话 五千块钱吧 放我这也没啥用 这样吧 机器你给我拉过去 我先用着 等我手头宽裕了 给你六千块 对我来说 多个一千两千 没关系 都是小钱 一千两千是小钱 刘叔被这话逗乐了 万元户也不敢这么吹 跑他这台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不可能的事 这是进口机器 想买新的都买不到 得用外汇 懂吗 周建国看路风有些皱眉 急忙把刘叔拉到一旁 刘叔按照我说 就借给他 一两千对人家来说 真的不算是 你逗我呢 这么有钱的话 却跑我这打白条来了 他现在是遇见难处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机器放在我郊区的房子 您可以去看着 最重要的是 您没发现 这位的气质很不一样吗 刘叔掉过头 认真打量一眼路风 西装笔挺 气宇轩昂 身上透露出的那骨子气质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怎么个意思 上面有人吗 不是上面有人 是上面那人就是他爸 粮食局都得给他面子 懂吗 刘叔立刻明白了 用手拍了一下周建国肩膀 可以啊 这种人都攀上了 你小子钱不无量了 房子是周建国的 机器放在那我也放心 就是给路风用医用换一个人情 很划算的买卖 既然是建国的好朋友 这个面子我给了 全当交个朋友 陆锋心里很是激动 机器的事情就这么摆平了 不过脸上还是不动神色 那就多谢刘叔了 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 记得说话 周建国帮了这么大忙 这么大个人情绩下了 孙龙斌什么都没唠叨 生怕自己被边缘化 风哥 我找个车 顾几个人给你拉过去 好兄弟 把陆锋遗众人送出家门口 刘叔目送的众人离去 难难自语 按理来说 应该不是骗子吧